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您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已经有20年历史的民传立体停车场 因为停车以及积电设施老旧 基隆市政府编列1165万元进行全面修缮 预计最快农历年后发包动工修缮 希望能够在今年底完工 车辆要进入机械停车塔里 停放总是战战兢兢 这也是基隆市民传立体停车场 三个塔体共有120个停车位 不过因为停车与积电设施老旧 停车率只有六成根本不复使用 民传国中停车塔是我们仁爱区 留民传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过去20年来因为已经设施过于老旧 所以我们居民的使用率不高 只有六成 那我们在两年前的这个市政总质询 要求市长用校园环境改善计划 来改善我们这个整个周边的环境 包含校园 那我们现在民传国中的教学大楼 已经正在更新中 那风雨球场也已经完成 那我们现在最后一步是停车塔 我们希望交通处可以好好的规划 让我们的停车空间符合 现代车子的需求 包含休旅车也要停得进去 那外观呢 漏水也要处理好 在地方一再反映 与当地市员争取下 就用市政府计划编列 1165万元进行全面修缮 包括塔体防漏 升降组变瓶器 钢索及组电器动力控制盘等 积电设备 市府编列约1100万的经费 来进行整体的整修 整修的项目包含外观的防水 以及内部积电电控 以及停车塔内一些必要设备的 做更新 那因为这个停车场也 从起用以来已经用了约20余年 那所以相关的一些积电设备 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泰换的基准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有 特别编列的预算 那也希望能够在修缮后 能够持续服务这个多招的礼民 跟更多居民的停车的需求 对于这一座立体停车场 终于要进行修缮 当地里长都相当开心 也对修缮方向提出建议 也非常感谢同一座 担担到起务家的团队 来关心民船停车塔 我们希望说这个民船停车塔 能够发挥更好的效力 能够赶快修复 因为它现在车位会稍微调高 因为九人坐都不能进来 那希望能够再改变了个方案 能够刚刚听他们专业人员讲说 可以什么拆一层起来 然后就可以再怎么样的重建改进 就可以增加那个九人坐 这样子的话 相对的我们这居民 有九人坐的车里也可以进来 旧市政府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科长 张以正表示 民船立体停车场修缮工程 预计最快在农历年后 大约三月左右发报动工 将踩竹塔修复方式进行 以维持基本停车量 需要能够赶在今年底完工 以提供地方民众 崭新又安全的停车服务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基隆信义区美的事件 因为水压不足缺水 水公司连日检查 终于找出原因 是空气阻塞导致水压不足 经过排气后 住户供水陆续恢复 为了避免类似情形再发生 水公司在制高点设置排气阀 来稳定社区一带用水品质 施工人员在巷口安装水压记录器 足以检查135项所有的制水阀 配水池进出口 希望找出水压不足的原因 消防栓排水排气之后 管线末端水压恢复到1.4到2公斤 水压恢复到可以达到3楼以上水塔 出水量总算恢复正常 因为之前没有听到 没有不了解是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确实是水压是不够的 没有办法让水送到水塔 那这几天制来水事业处这边 有积极地帮我们社区做改善的 改善制来水的问题 基隆美的世界社区居民 历经十多天没水可用 只能加装马达加压 居民一度怒呛水公司 好在在水公司连日出动了人力 在巷口装设水压记录表 随时监控社区的水压 总算找出水压不足原因 这个跟人一样会瘴气 还有我们家户里面的管线 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气塞的问题 所以我都需要去排气 那因为这个系统本来是设计只有 洋水管的部分我们装了一个排气法 那送水管的部分没有装设 那都是靠这个向尾的消防栓这样排气 那这个不是一个常态性的方式 所以我们会现在要在高点 就在配水池下方送水管的部分 再装一个排气法 水公司为了改善高低供水 及管线压力过大问题 将美的世界社区改用砖管送入配水池 由自然重力送入家庭用水来稳定压力 但没想到这一次却发生气阻问题 让水压不足 水公司承诺将在制高点设置排气阀 让水管空气顺利排出 在这几天的返运之后 在这几天的那个蛮有进度的 像是几乎每天都来 来视察检测那个看有没有漏水 或是水压的问题 还是说那个就是气塞的问题 那这个算是我们自然水公司的用心 把我们这个方向找到了 结果是气塞的问题已经都排除了 那刚才我们听到处长的简报说 要再做一个更好的改善 使得我们再像这种天气 还是马上过了年纪就到了 用水量也很多 怕有再这样的冲击停水或是缺水的问题 能够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改善 这很顺畅的来供水 这样这个需求是蛮好的 给我们一个需求是大家很满意的答复 他们就循着管线然后去查 原来是发现说有气体阻塞在这个自来水管里面 然后他们就是派出各组的这个维修人员下去维修 那我跟庄理长也有住户的去问说水来了没有 那解决了没有 那住户基本上都很满意 好在社区水压不足问题终于找到了 但为了让居民过年期间不缺水 水公司允诺会持续的监控水压 让居民安心过年 记者黄少民既用报导 基隆警察局两位园警去年二月当街和诈骗集团打架 事后警察局调查发现是一起黑吃黑 追查之下两名园警还假借弃毒名义调包毒品 谋取暴力 经过基隆地检署起诉 法院审理一审宣判 四人当中三人遭到判刑 而警察局强调尊重司法调查 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警方说调查是一起黑吃黑的案件 而事案的两名嫌犯竟然是自家园警 原本说是债务纠纷 却爆出是车手要领巨款 两名园警策划黑吃黑引发冲突 所提领的120万就放在了这个车子的 放在他们张敬伟跟黄明星的这个私车内 那以这个方式就侵吞了这120万 然后再去彭分给所有参与的人 这样子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会爆发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称之为金融黑吃黑的案件 其实黄泉凯在领了120万的当下 是诈骗集团他是有造水的人在现场 所谓的造水就是说他会在旁边监视这个领钱的人 因为他怕领钱的人把钱吞了 那所以造水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寻着那个私车的车牌的号码 找到了车主然后找到了黄明星 找到了黄明星 所以黄明星遭殴打之后呢 因为金融市警察局认为说 怎么可以狭下的警察被打这么大的事件 然后爆发之后本来都还不清楚 这个案有这个案情到底是什么 那继续追查之下才发现 除了黑赤黑 张姓黄姓和余姓远景 前年4月还涉及一起私吞毒品案 转卖魔力 其中还有另外书姓和周姓远景设案 我们判的这个行度呢 是跟那个检察官的行度是有差距的 那其中起诉的这个警察的部分是四个人 那么这个属于毒贩毒品的这部分的部分是四个人 那在警察部分呢 其中有一个人呢 书役端是无罪 那无罪的部分我们也会特别交代 对于法院判决 我们本局表示尊重 遗憾在团队中有出现害群之马 因为个人的观念偏差挺得周险 而触犯法网让团队蒙羞 本局在案发之后 就已经持续向内部的同仁做好 加强的法际教育宣导 并落实各项的内部的集合机制的控管 对于法官所提醒的事项 我们也会言议精进 再来本局在至亲张某等人的违法案件 当事人除了在今天已经面对司法的宣判之外 早在案发的时候 我们已经合议当事人免职的处分 并追究相关干部的考鉴责任 原本应该维护正义的人民保姆 这一回为了金钱诱惑 诸下大错 恐怕要面对司法 赔上自己的大好前途 记者 王稍民 基隆报导 人体的心脏就像是汽车的马达一样 卫福部基隆医院指出 依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表示 心脏衰竭是一种老人病 随着人口的老化 心脏衰竭的病人将会日渐增加 因此平常的保养和检查都不可缺少 卫福部基隆医院杨岳勋医师表示 根据调查台湾每年大约有七万多人 因为心脏衰竭住院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在术后六个月内再度入院治疗 而且五年内的死亡率更高达百分之五十 因此包括三高 慢性 肾脏等病史 或是高龄 肥胖 没有良好饮食 以及运动习惯的人 都是心脏衰竭的高风险群 其中像是有一些 比较特别容易会是那种 舒张功能不好的心脏衰竭的族群 大概是一个停经后的女性 停经后的女性肥胖 有心防战斗心理不整这个状况 这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 舒张功能不好造成的心脏衰竭 那里面当然最常的原因 大概还是冠状动脉疾病 然后它大概可以让人的 你的心脏从疏脏异常 然后会继续恶化到变成 就是收缩功能也会异常 杨岳勋指出 通常心脏衰竭会出现一动就喘 运动耐受力下降 疲劳以及水肿和尿量减少等症状 有一些病征和肺部或是肾脏疾病类似 如果民众有这些情况 应该要赶快就医检查 那一动就喘啦 就是说坐着都没事 一走起来可能我走去上个厕所 然后就会喘了这样子 喘的话自然运动耐受力也会变差 容易疲劳 然后水肿 水肿的话主要是下肢为主 然后有可能四肢下肢 尤其是脚踝的部分 脚踝部分的水肿 那另外这些像是端坐呼吸 端坐呼吸就是说我们病人躺着的时候更容易喘 坐起来的时候反而会比较舒服 躺下去会更喘 所以这样子病人他可能会觉得 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要垫高一点 垫高一点才会比较舒服 那另外像蒸发性夜间呼吸困难 这个是说就是病人他可以躺下去睡觉 但是常常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突然很喘不舒服 醒过来这样 那另外像尿量减少体重增加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脏衰竭造成的一些症状 不过整体而言齁 这些症状其实 比如说像喘啦 水肿 其实这也有可能是像是一些肺部疾病 或者是水肿 像是肾脏病 都是有可能有这些表现 所以有这些症状可能 就是还是要尽快就医 杨岳勋进一步表示 心脏衰竭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 调整饮食控制水分及盐分 避免刺激性食物同时增加运动量等 至于侵入性治疗包括致放心导管 心律不准使用电气烧灼素 心脏移植则需要外科手术 由于心脏衰竭无法有效提供足够的血液满足身体需求 将会大大影响身体机能以及导致其他器官受损 而心脏就像汽车马达一样 平日保养不能缺少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心会发光 彩绘灯笼活动吸引了超过600多位大小选手发挥创意 不管是栩栩如生的老虎 还是基隆异象的图腾 在圆滚滚的灯笼上 都可以看见参赛者的创意与新年祝福 我觉得好玩 因为那个可以画老虎 我觉得好玩 然后因为今天是虎年 所以我画老虎 虎字心灵 然后虎力全开还有好会放光 参赛者年龄由三岁到八十岁 还有全家三四代同堂的参赛 更远的来自桃园 新北 当然也有学校固画班的带队参加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孩子们都很喜欢彩绘 一起发挥自己的创意 来彩绘灯笼 迎接一年的新迹象 带着孩子们来这里 就是为世界跟为我们的国家祈福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孩子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从画画里面去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希望 那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这一年 接下来都能记住这份感动 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 因为让我们对寺院有更多不同的体会跟感受 过年还是希望看到这个作品过上去的时候 应该会让我们全家更快乐 期许大家能学习新运大师的三好四给必能发光 主办单位佛光升级二四带领大众共同发愿点亮新灯 希望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所以好心一定会放光带给这个社会平安吉祥 真的非常敬佩 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从来没办过 而且办得这么成功 成功的是什么 参与的人本来是一级五百个人 结果是报名来了七百多块 实际上到了六百多块 他的作品都不错 都尽情撒灰 让大家知道我们宗教除了推展宗教活动以外 我们对于艺文活动我们也很认识在办 所以主要是让我们这个社会世界和谐 让亲子家庭共认 就像谢老师讲的 这是一个进化人心 那一个社会更安详和谐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借着一个彩绘的活动 把亲子和朋友之间大家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是一股社会安定的力量 恭喜我们这一次的极乐室能够办这么大的活动 真的辛苦了 我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可以感动很多人 包含社会上的比较弱势的那一些团体 那可以结合成那个亲子的共识 以及社会的共识 那真的是成功的一个活动 祝福大众在新的一年才会出多彩多姿的 幸福人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祝福大家 第十九季SBL超级篮球联赛第二周赛事在上周末结束 高雄九泰在二号下午对上传统强拳玉龙纳智杰 前三节战况胶着只保持些微的领先 第四节一举拉开比数 中场以77比59拿下第三胜 高雄九泰在今年球队重整在出发 开季第一周就有不错的表现 二号下午在板桥体育馆对战玉龙纳智杰 副林队李正宁赛前表示 两胜一负的成绩是一个好彩头 加上洋将杰伦也拿到第一周的最佳球员 九泰将以年轻快速的球风继续争取好成绩 我们第十九届SBL开赛之后取得了二联胜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球队来说非常好的成绩 而且也加强了球员整体的信心 再加上杰伦呢 他上周得到了单周最佳的MVP 无疑是给球队注入了一个强心针 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球队能继续努力 保持我们年轻快速一贯的球风 在这一个球技能得到更好的成绩 我个人的奖项是意义重大 但是整体来讲 他也是希望球队能够取下越多的胜利越好 然后说尤其我们球队 其实一直不断在成长 然后一直不断在磨合 然后藉由每场比赛可以越来越进步 这也是他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希望他过往的经验可以继续带领大家 这场对战SBL传统强拳欲容纳智杰 高雄九泰展现出身之毒不畏虎的精神 和对手有来有往 在前两节结束的时候都保持些微的领先优势 总教练徐仲宇表示 目前队伍以磨合默契和打入季后赛为优先目标 第一周比完 因为其实第一周在台银跟浦原市都没有洋将的情况下 那我其实我们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未来的期许我觉得先以季后赛为目标吧 然后再往总冠军赛前进 而场内比的精彩 场边的加油团也喊得卖力 另外九泰专属的啦啦队Juicy Girls Juicy女孩也绝对表演 队长嘎嘎表示 这一季九泰的每一场比赛 他们都会为观众带来热情的舞蹈 一起嗨翻全场 我很高兴能够我们这次一起获选成为 九泰科技篮球啦啦队Juicy Girls的成员 然后我希望整个球季 观众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非常嗨 然后非常非常的热情 让我们一起嗨翻全场 这场比赛九泰在第四节 以严密的防守压制裕容纳智杰 打出一波27比13的攻势 最后以77比59拿下第三胜 以三胜一败的战绩 战居联盟第二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 中家集团善尽社会责任 近年来深入社区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尽管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邀请专业导演线上开课 分析案例 让孩子聪明分辨真假新闻 假新闻就是假新闻 但是要破解假新闻 就要把它内容归类 进而快速破解 中家集团深入地方 提升民众的媒体素养 这一次邀请到创意总监苏佩荣 以线上授课的方式 教导高中高职学生聪明识破假新闻 我真的这么喜欢 只有真的假新闻是假新闻 无新的假新闻 是新闻产制的错误发生的 假的假新闻 它是很暗黑的 它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川普 川普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很厉害 他说所有媒体都是假新闻 这个时候川普他自己的阵营 他自己发布的标准 就没有一个假的 但是我也要知道 很多的假新闻 其实是从他自己的阵营出去的 好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来分辨呢 所以川普的这个部分 慢慢慢慢就被人家都识破了 永远都是别人是假 他是真的 含假含久了 怎么样 总之会被发现的吗 真的 无新的假的 这三类的假新闻 乍看本质相同 但是在操作手法上却不同 苏佩荣讲师以实际例子 分解各类假消息 让学子们了解不实消息 错误消息 与恶意消息的差别 老师教我们的是媒体辨识 让我们知道假新闻跟真新闻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知道 原来假新闻这么夸张 老师总是跟我们说遥远指于智者 所以透过今天的课程 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分辨 假消息跟假新闻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除了在第一时间 判断消息的正确性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当个智者 然后不要再把假消息 转发出去给大家 让我学习到如何从标题寻找 寻找到错误的资讯 像是网路上有许多假消息 但如果你没有去查证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错误的 而更要能体会假讯息 就要融入实作 老师给好内容 请基隆红 请基隆红 及基隆上工的学生下标 薛明红 你把你的标题讲出来 让大家听听看 蛤 穿着制服的警员 与被拦下来的热心学童 陈正伟 有 孩童疑似冒险犯案 经缘警 询问后得知 OK好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鱼钩放下去 鱼会 上钩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多练剂 你们应该就可以抓得到 因为你看 我们刚刚这样讲下来 其实你们已经可以抓到一些东西了 希望透过线上课程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的力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中佳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每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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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